如意如意顺我心意快快显灵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恋爱陪跑学姐如意 有很多臭弟弟呢跟我抱怨说 为什么一群人出去玩 然后去的时候都单身 结果玩了一趟回来之后呢 都一个两个的竟然都看对上眼了 只有他还是一个单身狗 那问题已经很明显了 就是你在聚会的时候 没有给女生留下很好的第一印象吗 女生眼里呢第一印象非常重要 几乎是一眼定生死的那种感觉 但是很多男生往往把握不好 那今天呢如意就来教给你们 怎么样去给女生留下良好的第一印象 那首先很重要的一点呢 就是你要有自信 如果说在一个朋友们的聚会当中 恰好有你心动的那一个女生 你想要看她 这个时候你就大大方方的去看 去指示她就好了 千万不要说我偷偷摸摸的去看 或者说我的眼光非常的躲避 那会显得你非常猥琐 是隔壁老王偷窥狂吗 请大家把指示这两个字打在公屏上 这里还要注意一点啊 我让你指示她 不是说让你整场聚会都是 死死的盯着这个女生去看 那样也是会非常不礼貌的 而是说你就是想看的时候 就大大方方的去看就好了 那还有一种情况 如果你在指示女生的过程中 她也在望向你 你们两个人的目光就这样相接了 这个时候你应该怎么做 千万不要做那个主动 把目光移开的那个人哦 你这时候应该给她回一个微笑 就是望着她 然后微笑的看着她 这时候女生做什么其实不重要 她无论是说 冲你笑一下也好 或者是说她害羞 她的下头 她把目光转走了 她其实已经接收到了 你给她的这个信号 这是我们的目的 就是用眼神告诉她 哎 我觉得你好像还不错哦 那第二点呢 就是你要主动一点 你不要指望说一个刚认识的女生 她会主动的跟你说话 因为女生无论是说 出于自我保护机制也好啊 或者说她们出于一种 矜持的心理也好啊 是不会说跟一个陌生人说太多话的 这个时候你需要主动的来找一些话题 作为一个话题的开启者和引导者 你好 进出是你的卡 呦 美女 贵姓啊 姓严 严如玉吧 太巧了 我叫黄金屋 其实呢 在朋友聚会这种场合之下 有很多话题是可以供大家来选择的 我这里比较推荐的一个就是 聊一聊你们的共同朋友 你是跟他怎么认识的 然后他跟他是怎么认识的 说不定就可以套出一些你们之间的关系来 比如说可能是同一个学校 但是不同年级的 同校 不同系的 这样这样子 其实这个时候就是为了多跟他套近乎嘛 有了这层关系之后 女生会觉得 哦 我们是自己人 OK的 那我可以跟你由此来牵扯出更多不同的话题 就是尽量的放松 放松就可以了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啊 就是要细心啊 在整个的聚会过程中 你要多注意观察一下 你的这个心动女生 他的一个需求是什么 就比如说在吃饭的过程中 你可以主动问一下他 有没有说忌口啊 不吃辣 不吃香菜这些 或者说你们一群人去KTV里玩 然后你就可以问他 能不能喝酒啊 什么什么的 然后如果说有碰到那些 不太好的朋友 想要去灌女孩子酒 不单单仅限于说你心动的那个女生 我觉得就是灌女生酒都是一个很不好的行为 你可以去帮一下这些女生去帮他们解围嘛 又或者说你们一群人去玩桌游啊 有遇到这种新手女生 他们可能对规则不太熟悉 你就去多讲解一下 然后多引领一下 这些都是一些很拉好感度的这种小细节 但是女生真的很吃 就是区别对待这一套 所以呢你一定要多多观察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个我的亲身真理吧 我跟我的一个前任嘛 我们俩第一次认识的时候 是在一个有长辈的聚会上 所以大家都表现得比较局数 但是他那天晚上的吃饭过程中 一直在不断的给我倒热水 就是真的贯彻落实的 要多喝热水这一原则 只要我杯子一空啊 他就会主动的帮我加水 大概就倒了很多很多 五六七八次是有的吧 后来我就想 这个人好像他还蛮关注我的 就这种小细节真的就挺拉好感的 这里呢还有一个小tip 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99%的女生哦 他们都会对说主动带纸巾的男生 会有好感的 因为女生在出门在外嘛 他们需要用到纸巾的地方 真的是太多了 吃东西啊上厕所啊 或者说是擦手啊 等等等等的时候 都需要用到 那你就随身出门的时候 带一包在身上 在他需要的时候 主动的递给他 女生会觉得 哦这个男生好像还蛮细心的 嗯好啦 本期的内容呢 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你们喜欢我的内容的话 欢迎大家帮我一键三连 多多支持我哦 然后你们也可以对着如意来许悦 据说成功率还是蛮高的 拜拜